欢迎回到YouTube频道 今天内容呢是斯福兰2018年节日套装抢先看的Vlog 今天这个活动是这个VIB住址的店内活动 然后可以提前购买一些就是还没有上架的节日套装 这个活动是早上8点半开始然后到10点钟结束 所以我今天早上也起了个大早6点钟就起了 比平常上班起的还早 那我今天预约的呢就是我后面这家斯福兰店 那今天内容就是带大家看看这回就是节日限量套装都有哪些 而且我还要现场帮大家分辨一下哪些套装是真的超值 哪些套装是看似超值几十片钱 好我们今天就赶紧进去吧 这个应该是这回大家最期待的这个BAKER的迷你高光四件套 超级超级可爱的 然后里面有几个大热色号还有一些限量的色号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四个迷你高光只要40块钱 然后如果能等到八折的话可能只要30多美金 非常非常的划算 就如果大家之前就是已经买过就是正装的话就不出现买了 但是如果就是还没有买正装的话 我觉得这个超级超级好 这个是每年就是TUFACE都出的这种节日限量的彩盘 然后这是今年的包装 还挺可爱的 这个套装是卖58美金 个人觉得是就是不划算 因为他们家这种就是节日套装特别的鸡肋 然后这种盘基本上每年都有 然后粉质呢跟它就是平常的盘子的粉质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不平常家为了好看的包装买这个鞋子限量的这种大盘子 这个是NARS今年限量的彩盘 这个包装超级好看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很划算 好像只要40多美金 高潮色腮红和高潮色的高菇 给大家试一下这三个颜色吧 它是挺好看的 这个高装真的是有这个包装就赢了 今年的NARS我觉得出的这个限量款的这个包装 都非常像就是开放地的风格 今年的这个最像也是出了套装 我之前也说过 最像在节日的时候肯定会出就是很多的套装 而且这个套装里都是包括一件正装的产品的 那现在这个是白天的精华是正装的 然后之后是四件中药 这个最像的套装就是只要88美金 好像单独买他们家这个日间精华 白天的这个精华就已经要80美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划算 然后等到八折的时候入手应该是最好的 相当于不但就是正装的产品打折了 我还能拿到另外三件中药非常非常的划算 我还能看到网上说夜间精华也出了就是正装的这种套装 所以大家期待吧 这回这个benefit这个套装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超值 然后它只卖39美金 是包括一个正装的毛孔精英 然后一个正装的睫毛膏 以及一个旅行装的他们家这个染眉膏 和一个旅行装的这个hula bronzer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我觉得就是光这两件正装产品 就值这个39美金了 所以它给了一个特别可爱这种粉色的化妆包 如果是等到就是斯克兰年底打八折的时候 应该会更便宜 可能只要就是30美金出头 就能拿到就是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beauty blender 今年也出了这样的一个套装 是就是四个正装的beauty blender 加四块旅行的洗刷灶 然后这个洗刷灶的样子 特别像那种吃的薄荷糖 挺好玩的 然后这个价格呢是65美金 我个人感觉是不划算 因为beauty blender 其实就是史低折扣 大概是五折 甚至于更低 所以就是不推荐大家 就是原价买这个 打八折的时候 我觉得也没有说非常非常值得 推荐大家关注我的instagram 如果有好的折扣的话 我第一时间发出来的 看到他们家新出的这个香水的套装 然后不推荐大家买这种 就是里面都是就是试管型的香水 虽然就是你可以尝试很多 然后这个也可以换正装 但我觉得不如那种 送那种小Q箱的那种好 不建议大家就是买这种 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八折的时候 买那种就是小Q箱的香水套装 看到一个这个briogeo的这个 互发套装 很多欧美的博主喜欢briogeo 但是我目前还没怎么尝试过 这看起来还可以 就这么多涨39美金 应该是他们家这个发膜吧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真的喜欢 但如果有用过的话 方圆来给我留言 我也想知道 就这个牌子到底好不好用 Milk Makeup这个套装 里面有很多他们家的中样 我觉得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中样还可以 因为你这个妆永远是用不完的 所以我觉得中样的话 就可以尝试这么多产品还可以 然后价格是39美金 如果感兴趣的话 还是建议就是八折的时候买 或者是买35 会送很好买个纵的时候买 这个斯布兰的套装 一个是他们家刷具套装 一个是面膜套装 我觉得他们自己品牌的 我就必须感兴趣了 这个就带过 这个就是Bite Beauty 刚出的这个红色的限量的套装 四肩套 然后是四个颜色 只卖25美金 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 就不用等到 就是斯布兰八折的时候买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 就挺便宜的 25块钱 然后再网上下单 只好拿一个满额套 也很划算 然后这个Ape Cosmetics 也出了这样一个 节日限量套装 然后包括一个正装的眼霜 和一个正装的眉笔 然后只要48美金 然后这两个 一个是卸妆膏 一个是睫毛膏 应该是旅行装 我觉得这个套装嘛 如果你是喜欢他们家 这个抗老眼霜的话 还挺值的 如果不喜欢这个的话 就不太值了 就因为这件产品就是经常打折 奥特之前还打过五折 所以就是不是特别推荐大家 为了这个嘛 就是如果是为了眼霜的话 还比较值得 我还看到了这个刚上 最近刚上了这个睫毛膏套装 非常辛苦 可能只上了几天吧 里面包括两个正装的睫毛膏 和一堆这个睫毛膏中样 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不如 那个二十多的睫毛膏里包划算 因为那个你也可以尝试很多中央 而且你可以自选 就只是你最喜欢的 这个相当于就是 它已经帮你选了 我觉得个人觉得 是不是特别划算 不推荐大家买 八折的时候也不推荐大家买 好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我只能说对这次的活动 我表示非常非常的失望 因为他们整个这个套装上的 非常非常不全 还没有就是网站上的全的 然后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些 就是我特别特别想要的套装 比如说 Too Faced 刚出的那种姜饼人盘 我就没有看到 还有几个那个Sephora Favourites 的那个套装 我也没有看到 所以总体来说 我是非常失望的这次 而且前几年 就是这个录制的活动 都是有 就是早饭或者是少吃咖啡 和点心什么的 那今天就没有 就只有一瓶水 所以还是希望今天的这个Vlog 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的视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继续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